剛剛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公佈 今天新增的本土病例是44294 比昨天的46000多 今天是少一點 那境外移入的是67例 那今天比較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對於口服藥的使用 就是符合口服藥在輕症的 就是可以及早的使用 那特別強調就是對長照機構 如果快篩藥 密切就是說快篩藥就可以直接先用藥 因為風險比較可以提早用藥 那稅額統計裡面輕症無症狀 仍然占絕大多數 占99.75% 那今天我們地區的這個新增確診案例有8例 那其中啊 居隔陰轉陽的 仍然占一半 占4例 那另外增加的4例啊 2例在南綱 一個是市場的攤放 一個是在機關的工作人員 另外2例是我們部隊的弟兄 那主要是新兵回來以後啊 就篩檢到 另外一個就是執行業務的 所以說這個主機是相對的單純啊 那我們公告的公務場所的主機 其實只有南綱的獅子社長 以及啊 曾經搭乘就是 呃 呃 呃 台馬之親 由東引到南綱 就是一個機關的同仁 那目前我們全縣列管的個案是92例 那90例是在居家照顧 那兩例在我們醫院隔離病房治療之中 那目前居家隔離的人數是54例 54例 那隨著疫情以及確診人數的增加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對於相關的反疫政策 就會做一些調整 那我們會密切注意中央的這個政策的調整 那我們會以更嚴謹的態度啊 就是來審慎的來因應 地方的一個特殊的環境 以及民眾的期待 以更嚴謹的態度啊 來處理 比如說現在居隔啊 是以同住家人為主 但是我們這邊會以同住的情勢 不管學校部隊啊 都當作這個同住的家人 另外我們仍然會把一起聚唱 一起唱卡拉OK 一起打麻將 列入密切接觸者來居隔 因為從我們的新增的案例當中發現 就是仍然有差不多一半以上啊 就是有居隔陰轉陽 所以說對於密切接觸 居隔者的一個管制啊 對疫情的擴張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說我們對於這樣子的疫調 宽利亞仍然要以更嚴謹的態度來面對 另外我們仍然發現啊 就是居隔著陰轉陽的一個 最常發生的天數是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所以說現在的三加四 就是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啊 就是自主防疫期間 仍然要請所有的鄉親啊 就密切注意 在自主防疫期間 仍然有很大的機會啊 會陰轉陽 所以對於自己的行為 要嚴格的一個管制啊 不要接觸陌生人 不要到處啊 就是出入公共場所 盡量避免 這樣子對於這個 疫情的擴散會有很大的板著 那隨著疫情的增加 仍然要提醒大家 就是沒有打疫苗 趕快打疫苗 中央仍然是鼓勵啊 65歲以上 打疫苗的 有500塊的一個 補助的經費 那平常仍然要靠大家 落實防疫新生活 戴口罩 清洗手 避免群聚啊 盡量節省 出入公共場所 以及跟陌生人接觸等等 這個仍然 請大家一起來努力 請大家一起來努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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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